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灵脚嘴的意思啊 然后嘴型呢一定要宽大 没有 其实那个 不像油吧 真的有哦 我们来宾呢 其实有符合 但是嘴巴是有点比较宽一点 但是嘴角呢 就是如果可以再往上敲一点会更好 什么意思呢 因为就是说 自己画 因为你的嘴角比较平 然后偏下面一点 代表说你的情绪很容易被人家煽动 就是别人说一句什么呢 你就会开始很愤怒啊 所以像这样的人呢 特别容易被人家利用 例如说呢 叫你去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其实就是利用你 然后去成就这件事情 所以要特别小心一点 所以像这样 如果嘴巴比较宽大一点 但是嘴角要上扬的话呢 其实他比较会多说好话 然后呢 比较讨人唤心 所以自然跟他相处呢 就会觉得很开心的感觉 好 那第二个就是聪慧相 如果说你的脸相呢 长得比较聪明 聪明不是代表很厉害 一定要有智慧 所以叫聪慧 聪慧相的话呢 就是额头要高 而且要饱满 天啊 我额头应该是很高吧 英文的额头非常漂亮 很高 他的额头呢 是腹肝额 就好像一个粗肝呢 挑脸上的感觉 叫腹肝 他有这样凸出来的感觉 其实像这样的人呢 比较可以去体恤别人 我以为他要说 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去演古代 好害怕 不会不会像这样的 如果说女生呢 像林依诚啊 他也是这种腹肝额 对 所以他EQ很高 而且呢 例如说他可能有一些 有跟人家吵架 有情绪的时候呢 他会去先理解 别人的情绪是什么 然后他才会后续才会觉得说 那原来他是有这样的情绪 可能是因为他可能 跟家人闹得不愉快等等的 所以因为这样 他可能气就会消了 他会去体谅别人 因为我们都是耶 你们也都是高额头耶 我不是 林依哥才是 但我们也没有腹肝啊 腹肝 对 你那个形状是真的很美的 你转侧面给导播看一下 上面很明显 有没有 对 圆圆 会不会是我法晋线队后 不是 这有一个形 对 转这边 对 第三个就是 如果说呢 跟这个人在一起呢 他对你感情是很坚定的 而且很专一的 叫坚定文 如果跟这样的人呢 在一起呢 你会感觉 就是呢 感情线呢 非常的深 但是呢 他没有任何的杂纹 就是他只有一条感情线 然后他的细微都没有的 我好像 像这样的人呢 例如说你生病的话 他会照顾你 而且呢 照顾你到生 老 病 死 都会 就是可以领到生结牌坊那一种 生结牌坊 我要把我老公回去割生 我没有认识这种人 对 但是这种就是爱你呢 是真的是真心爱你的 不管你的外表改变了 或者说你的一些情绪啊 生活啊 改变了 他还是会跟着你的 所以像这样的人呢 可以堪称完美情人啊 不过这样的人 真的特别的少 因为呢 他的感情线要完全的很长 而且没有任何的杂纹 也没有被破坏 所以像这样的 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比例而已 这么少 所以像这样的人是对感情 对朋友呢 都是非常坚定的 好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财富文 如果你的首相呢 有这样的财富文的话呢 代表你自己本身很会理财 你也会帮你的老公理财 如果有个负债的男生呢 嫁给 娶你的话 那你会把他的负债呢 变成是亿万付我 天啊 这我一定有啊 说不一定哦 就是你的财运线呢 要有很多条 而且要很清晰 两条以上呢 有耶 你看有耶 在小指头的下方 这个地方呢叫财运线 代表就是说呢 他本身可以经济独立 而且呢 他自己呢 也可以帮老公呢 做好图善的理财 或者是他本身就算没有钱 但是呢 他嫁给这个老公之后 他有很好的帮富运 让他老公呢 事业非常很大 所以这四款呢 都是堪称有帮富运 而且呢 是完美女人的守面相 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有我有